除了杨祖强之外 今天还有另外一名前政治人物被控上法庭 他就是伊斯兰党前树立主席 纳都纳莎鲁丁 这名57岁的前政治人物在水兰儿沙阿南地庭 被控三项洗黑钱罪名和30项实行控状 涉及的总额超过390万利级 不过他全都不认罪 反贪会今天援引反洗黑钱反恐融资法令 以及2001年非法活动收益法令和刑事法典 提控伊斯兰党前树立主席纳莎鲁丁 媒体一大早就守候在法庭 57岁的纳莎鲁丁面对三项涉及超过30万利级的洗黑钱罪名 以及30项涉及372万利级的失信控状 不过他在沙阿南法庭法官罗兹拉沙列面前否认所有罪状 纳莎鲁丁昨天下午2点到反贪会总部给口供并遭扣留 过后反贪会批准纳莎鲁丁保释 根据三项洗黑钱控状 纳莎鲁丁被指利用财政部为全球中庸行动基金会提供的拨款 通过他的公司WASATIA Center for Peace有限公司 发出了三张超过30万令吉的支票给三家公司 这三项洗钱罪名发生的时间点是2018年11月到12月之间 也就是西蒙胜选之后首相端马哈迪下令终止全球中庸运动基金会运作的四个月后 纳莎鲁丁曾经在2015年10月28号到2018年7月31号受委担任全球中庸运动基金会执行长 除了洗钱罪名纳莎鲁丁在刑事法典第409条文下被控30项失信罪名 涉及总额372万1683令吉80仙 根据反弹会读出的控状 纳莎鲁丁被指在2015年到2018年之间 以纳莎基金会主席的身份涉嫌失信 NTV7综合报道 这条纳莎�etta执行的转换 在八条纳莎鲁丁下执行的品牌 除了成纳莎鲁丁 有运动基金会执行到 都要阻受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